第四题如图若在光滑桌面上失利将玩气车推出使之滑至桌园而后坠落地面 结果发现坠落处与桌园地面长有一段距离R如图一而不为垂直坠落如图二的情形 其原因可能为何我们晓得东西会保持惯性原来在运动的就会保持他的运动状态 所以当他坠落的时候首先是受到重力影响往下掉 但是他也保持惯性继续向前冲 所以他就一边往前冲一边往下掉 所以他会跟桌园有一个距离R而不是垂直坠落 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其原因可能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玩具车坠落时仍保有向前运动的惯性